哈喽,大家好,我们这一期视频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迈入5月份,也就是钉4月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月份呢,是一个非常高能量,非常高度活跃的一个月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钉4,钉本身是火 4里面也是有一个丙火,所以上面是火,下面也是火 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火能量非常高的一个月份 再加上,我们这个月份也是一马的一个月份 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活跃,非常一直在动的一个月份 那这个东西会对我们生活上有什么影响? 你会看到更多的人会不断的走动去旅行 或者你会看到有更多的人办很多活动交流 大家都属于一个非常高能量 属于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 就好像你喝了一天喝了4杯咖啡这样子 你就一直想要喝多这样子 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你会觉得这样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隐忧的 想象一下,如果你一天喝太多咖啡 你可能短时间里面你会非常的精神 但是你过后会怎样呢? 就你会有一种精神衰竭这样子 因为你一下子上到去精神最高 你就会整个垮下来的 我们英文叫burn out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是 你在这个月份 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能量的波动 你可能一下子会很 comfort 会耗损很多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 你每一天的一个能量的平衡这样子 第二点是 这个月份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更多意料之外的一些变化 或者一些很快速变化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我刚才说的 这个月是火的月份 火的属性本身是 其实是非常快速变化的一种能量 你想象一下 你拿火去烧一张纸 那个纸是不是很快就会变成灰 所以它火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促进很多事情转变 很多事情快速从一个形态 变去另外一个形态的一个能量 那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 你可以分为两种 如果你第一种 你是现在暂时处于那种很停顿 很卡着卡着这样子 你也不懂要怎么办 那这个月份其实是一个很好 让你改变的一个月份 因为它会影响你开始做出一些改变 然后让你感觉上 思维上或你的情绪上 会开始动起来 所以这个是对你来讲是好的 那另外一种人可能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就会面临另外一种问题 当他因为你一直想变化 所以我们会觉得每一天的外面的东西都变化太快了 我掌控不到这样子 变化太多了的时候 人就会开始感觉非常的焦虑 他会感觉全部的事情都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去走 那些变化太多了 他来的时候我应付不来 所以你就会开始感觉很压力很焦虑这样子 所以这个也会形成 这个月份会有这样子 这群人他们就会感觉非常的焦躁 他们会很躁动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你是这群人呢 你可以怎么做 你就是要先提前准备 你不要有太多的一种固定的期望 固定的一个 expectation 这样子 你就让事情顺着他可以的事情发展 让他顺着自己去走就好了 OK 好 第三点呢 你需要注意 我们需要懂的 其实这个月份也是一个 久运的一个体验期 如果你对玄学有了解的 我们在明年 也就是2024年 我们会迈入久运 久运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20年 为期20年的一个大的运势 这个久运呢 它是属火的 所以它的能量会影响 我们生活上所有的东西 这样子 属于影响那种大的环境 像我们的经济啊 每个国家 所以你这个月份呢 因为它就是存活嘛 我讲丁四月是存活的 所以你也可以感觉 这个月份你的一些感受 你的一些反应 其实就是你可能接下来20年 会有的一些状况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做的呢 你去在这个月份 你可以去观察 你每一天的感觉怎样 你是不是感觉更压力 或者你感觉更舒服 你感觉很顺 做事情都很顺 还是你感觉你这个月份 会更想要表达自己 更想要站出来 还是怎样 你可以去观察一下 是很有趣的 每个人的反应 其实都会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 与你的八字 每个人的八字的五行成分 就是金木水游图的五行成分 都不一样 所以你当你有一股火的能量 进入你的生活的时候 一个存活的能量 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去 你去观察一下 它对你的影响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 你其实是在这个月份 你就可以去调整自己 去让自己去面对 接下来20年的时候 你要用一些什么策略 你要用一些什么方法 让自己在未来的20年 更加的舒服 这样子 更加的顺利 做你的事情 这样子 OK 以上就是我这期视频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丁四月 你需要懂的三个事情 这一期视频 这一期的判断 是一期视频 更多的事情 应该会跟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